我很高兴和总理先生结识 上个世纪90年代 你担任斐济总理期间曾经访问过中国 为推动中匪关系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表示赞赏 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 几天前我们迎来了中匪建交48周年纪念日 近半个世纪以来 中匪关系历经了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促进了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 中方把匪籍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好朋友 好伙伴 始终支持斐济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理 支持斐济实现国家发展振兴 支持斐济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些年来 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中国奉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没有变 中国人民对斐济人民的友好情意没有变 新形势下 我愿同你一道继续推动中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